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这个单元呢 我们请到了心理学博士 赵嘉玉小姐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聊聊 这个高失业率 以及经济萧条 如何对我们的家庭 以及人际关系 造成的影响 赵博士您好 你好Belle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我们刚刚 稍微提了一下 就是说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失业率 当然了 有慢慢慢慢的稍微 好像稍微好了一点 这个工作机会开始增多 但是普遍性来讲 我们听到的 还是比较多说 这个工作难找 然后那种经济的这个复苏 也还是呈现比较缓慢的状态 有一些这个好的一些消息 但是整体来说 日子大家感觉 这样过起来还是蛮辛苦的 那像这样子的话 当然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 是不是就造成了 就是说你的家庭关系 还有你的个人关系 比较紧张的 是啊 我最近看到 就是非常多就是这样子 严重的失眠 或者是 焦虑 对 对 或者是夫妻吵架 家庭关系不和谐 特别是现在是毕业季节 所以很多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 那回家就是变成 所谓的这个啃老族 对 不仅是失业的 甚至有些已经背上债务了 因为有些学生贷款的问题 对 那像这个时候 我们该要怎么样去了解说 这个状况是大环境 那我们自己个人 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呢 是 我发现其实 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因为虽然就是 这个像有像我碰到一些个案 他知道说这是大环境 可是他心理上还是免不了 会把它当成好像是冲着他来的 他就觉得他也许比方说 这个找工作 找了一年半载找不到 虽然你跟他讲说 你不用担心这个加州 4月里大概是将近17% 可是他还是觉得说 为什么周围每个人都有工作 我的朋友都有工作 就只有我没有 是不是我特别的失败 还是什么 就是说会 我想挫折感会更大 然后就变成说 一种恶性循环 因为你不能用比较乐观的 这种态度去面对的话 可能在找工作上面 也不好找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其实没有帮助 就对你改变现状没有帮助 如果说你什么都 往心里面去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要 就是大家可以用 什么样子的心态去面对呢 所以你要想办法 就是在你的身边 你要就是接触的一些 就是比较积极 比较有鼓励的 不是拼命给你灌冷 这个浇冷水的人 因为像我就听说 有些大学生 他就整天就是 他搬回家以后 父母本身压力也很大 所以就是这个三不五时 就是说你怎么还不去找工作 在悼念 对 你怎么就是每天都睡觉 睡到十一二点才起床 那问题是我就觉得说 等于就是大家都要有共识 所以今天就是 你需要了解到说 特别是比方说 搬回家以后 这个大学生 他也需要了解 这对家人也会造成一种 这种压力 所以他要怎么样 不要把它变成说是一种 好像父母故意跟他做对 来挑剔我 对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要保持一种积极 保持一种 等于生活还是要有一种 有一种这种规律 对 是 我觉得这是互相的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积极的能量 是像雪球一样可以滚的 就是说你 我告诉爸爸妈妈说 我每天都去 比如说早上去做运动 我下午去开始找工作 跟人家联系 打电话 跟朋友看怎么样可以找工作 那父母亲看到你在努力 他会觉得说 好 那你继续加油 那可能互相方面就可以 去创造这种积极正面的能量 那因为反正 日子都是要过 你不如用比较快乐 积极正面的方面 的这种态度去过 对不对 对 那当然免不了 有的时候 还是会有这种消极的时候 可是重点就是 不要让自己一直沉沦下去 对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个规律很重要 就像您刚刚讲的 就是每天就是你知道 你什么时候要去运动 什么时候该去上网 去查工作 什么时候要去跟人家 这个所谓的networking 怎么样去 就是不要跟这个外界 失去联络 是 所以如果每天 都有一些这种目标 你去做的话 你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不会特别是觉得说 好像这一整天又浪费了 对 而且千万不要有鸵鸟心态 就是说我只要不去面对了 它自然而然就会不见 对 我知道很多年轻人 都会有这种心态 对 每天醒来 就是又是很消极的一天的开始 对 其实除了会造成父母亲 跟子女之间的关系紧张之外 有时候对夫妻之间 也会产生很多问题 对 我看到 就是当然现在 它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也许现在离婚率 反而比较低 虽然说夫妻也许增值的机会多了 可是因为现在大家 有些人是觉得离不起这个婚 对 所以还是勉强凑合在一块 对 所以反而有一种 这种现象出现 不过我觉得如果说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 要继续走下去的话 不如用比较正面积极 可以互相鼓励的方式 来也许 也许是大环境的关系 但是如果说要经过这一段时期的 折磨的话 起码你用比较正面 比较有力量的态度去面对 对 就把对方 就是把彼此当成是一个互相 同甘共苦的一个伴侣 一个伴侣 那我相信如果说能够平安 或者是说顺利度过这个难关之后 两人之间的关系 应该可能可以更紧和 对 那么将来面对困难的时候 也可以更容易一点 是 我说就会跟我的这个个案讲说 你不要把你的身边的人 也许你觉得他在给你压力 可是他不是你的敌人 你每天要跟自己讲 他不是我的敌人 这样子你就会可以 可以用一种比较积极的眼光 去把你的目标放在 你真正该要去集中的地方 对 不是说花在这种 好像在怨恨对方这样子 对 在吵架的力气上面 因为就是真的觉得说 其实两个人 都是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 所以互相挑剔彼此 没有任何帮助的 好的 非常谢谢我们的赵博士 来到节目当中 那么其实要提醒大家 这个生活当然 柴米油盐酱醋茶 有时候真的是蛮难过的 如果说你在财务上 出现问题的话 但是无论如何 大家都应该继续的保持 比较正面积极的态度 那么快乐 尽量快乐过每一天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